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开始其实跟流感差不多 那48小时之内就会突发加重 死亡率高达90% 那碳菊到底是怎么被感染的呢 碳菊杆菌主要是来自于病死的牲畜 比方说牛羊骆驼 一般我们老百姓很少接触到病死的这种牲畜的机会 所以呢更需要我们从正规的渠道来购买像牛羊肉制品 在加工的时候呢一定要把生肉和熟肉分开 在烹饪的时候一定要煮熟煮透才能去放心的吃 另外呢最好不要从街头小贩这种非正规的渠道去购买牛羊肉 更不要去处理和食用这些来历不明的深处以及一些内脏 虽然说碳菊啊听起来很吓人 但是相对来像这种鼠疫新冠来说 发生大规模传播的风险还是比较小的 在人和人之间不容易传播可防可治 这一点你要放心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我 也感谢您的点赞 请不吝点赞